平港有名聲 會港有出名 新聞 音務 大四驚 張明佑 講給你聽 報道好名聲 報道好名聲 歡迎收聽報道好名聲 你現在收收聽的節目 是由我們報道人報忙 來製造的報道好名聲 在北部地區是我們FM98.5報道行聲 中部地區是我們FM99.1台稱電台 你每禮拜禮拜會報三點到四點 於是民佑你順序替大家服務 當然我們報道連報忙也有youtube 你可以點選看到同步的播出 今天非常開心繼續來邀請我們的老朋友 已經很久沒看了 因為這一個月都訪問一些比較吉他的人 終於找回來我們的老朋友 尤其是陳志仁來影新聞的總編輯 跟大家發揮好不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是 讓志仁哥等一下帶來精彩的分析 因為我前幾天看到一段影片 當然我在我的臉書也有貼 然後收看也還不錯 就是大家有大概兩萬人去看這一段影片 這一段影片是貼什麼呢 我是貼2005年4月的時候 賴清德在立法院當幹事長的時候 的一段質詢 那當然那一段影片非常混亂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賴清德罵他差的 因為賴清德在我印象中是一個溫良公寢讓 然後非常謙虛謹慎的一個人 當然這件事呢 引發了社會非常大的一個討論 包括媒體都出來 你說賴清德過去給人家感覺都比較溫馴 然後做事情一板一眼 可是為什麼他會暴怒呢 尤其是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話說呢就是2005年呢 就是這個尤其君那時候做行政議議長 我們現在立法院議長 送了一個特別預算案 去到立法院 然後國民黨呢利用多數 杯葛這個軍事採購的預算案 那這個預算案是要幹什麼呢 其實大家如果要記得的話 是要買所謂的潛艦 你知道美國拿來周旋 希望可以買潛艦 但是那時候立法院呢 泛蘭是多數 泛蘭是多數 所以呢 那時候的賴清德非常生氣 因為他已經擋了69次 所以賴清德非常暴怒的說 你怎麼可以一直擋呢 所以呢 就在影片中呢 非常混亂的場合 他罵他差的 國家被你們這些人搞垮 跟今天的形象確實差異非常大 因為很少看他暴怒 當時影片中隱約看到一個主角 幾個主角 其實都還蠻年輕的 跟現在比起來 他們算是在立法院的老屁股了 一個是費洪泰 一個是賴斯堡 那費洪泰呢 現在呢 事過境遷 賴清德要選總統 費洪泰被徐曉欣鬥下來了 那這個賴斯堡呢 在我們那一區還是非常穩 在文山區還是非常穩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拖了十幾年 台灣才有辦法自治潛艦 尤其我們看到最近提出這個馬文君 馬文君 我們南大佛里那邊選出來的位 各位那邊看 是不是有透露資料 給國防部 給韓國的廠商 造成韓國的顧問被捕呢 當然郭喜有講出這樣的一段故事出來 那因為是許曉欣先露出這個 所謂的錄音帶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說 台灣拖了十幾年才有潛艦 而且從所有的國際判斷裡面 台灣如果有八艘潛艦 在我們周邊海域 中共是比較不敢來侵犯 尤其在第一次攻擊之後的補給 根本是無法形成 所以李宇宙嘉公 潛艦對於台灣來說非常重要 但是呢 賴斯堡 呃 費洪泰這幾人呢 十幾年來 可以看到泛蘭就是在阻擋台灣進步 台灣的這個 國防設備提升的力量 後來我來蒙志成哥啦 你從這件事情來看馬文具有什麼看法 我想要根據我們的資料顯示 立法院資料顯示 總共那個我們的潛艦 我們那個國防預算 在立法院被擋了69次 69次 那如果當年2013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預算通過 我們要潛艦的話 大家外電有辦法說 只要八艘潛艦的話 其實中共要來犯台的時候 就比較困難一點 那你看2013年到現在多久了 對 十年了等一下 為了一個潛艦計畫 我們拖了十年 那當初美國可能也願意說 也願意說賣給我們 那現在當時 因為國會不同意嘛 立法院不同意 那當然就有一些爭議嘛 那爭議說那 那個買方會怎麼想 賣方會怎麼想 尤其賣給我們會怎麼想 你們都搞不定 那我幹嘛賣給你 那未來我們要跟他再買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很多的疑慮 然後再來是說 這十年來可能物價什麼上漲 我們的預算是不是 要增加更多 我覺得說在 國防上面的話 其實不管我們政黨如何的監督 講好聽的監督 那不管如何監督 或是怎麼樣 那但是國防 國防尤其國家是只有一個而已 那為這個國防 為我們自己的安危 為台海的安全 那不應該去擋那個 我們不管是國防預算 或潛艦計劃的預算 如果你覺得 預算有問題 你應該提出 有問題的點在哪邊 不是以三預算為任 相信說很多的民眾看到 很多的藍營立委還大大大說 我三的多少百分之百什麼 預算 把它當一個政績 那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傷的 因為尤其在台灣在採購 國防預算 或是這些武器上面 本來就稍微比較困難一點點 雖然說有時候會被 在野黨攻擊說是一個 這個凱子外交或什麼 就是為了買那個什麼外交 但問題是 我們如果沒有適當的武器 沒有自主的武器 那如何防範對岸的攻擊呢 我覺得說 在一個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 在野黨你可以強力監督 但是不能為了個人政黨的利益 去擋掉所有的國防預算 那其實對台灣是不太好的 你看69次 對這非常恐怖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政革說得不對 我最近發現賴士寶 把這個三預算當成政績 其實也不只他 我現在手頭上的資料 包括呂玉琳 陳怡信 馬文君 江啟臣 我們臂俠 其實你要注意看這群人 他們就是馬文君 我直接這樣說 因為在很多的國防預算裡面 你當然可以刪 可是你凍結的理由一定要說 敘明清楚 對 那通常國防部會一一找立法委員 在報告說 我這個以前是有什麼原因 立法委員聽得合理的時候 就讓他解凍 沒錯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2000幾年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這個 AT3的教練機飛行訓練的失事 有飛官殉職 馬文君呢 在這個臉書上呢 還特別貼出他的哀悼 結果 過沒多久呢 也就是 過後我們要增加預算說要買教練機 對 結果你看賴士寶 馬文君 帶頭刪 全部刪掉 不可以買 我要問 馬文君在臉書說是因為這個飛機老舊 結果你為什麼政府要採購的時候 你要刪呢 再來第二件事情 我剛才講那個2005年賴清德的這個發怒 各位去思考 那時候是 就是 嘲笑也大 就是國會沒過半啦 國會沒過半啦 其實很簡單的啦 就是 國會沒過半 當初是 雖然是民進黨這群 但是 他想要把你刪除 他就把你刪除 因為 多數暴力 這一次呢 有人說 你民進黨不是過半嗎 其實我要跟各位說 其實 民進黨有一個共識啦 就是說 就是說在立法院各委員會的預算案 他們不會去強力的干涉啦 因為 這個招委 有他一定的聲量 為什麼邱國正呢 最近說法 說法呢 反反覆覆呢 國防部長是很怕招委 我覺得因為招委掌握 預算 掌握那個議案 議案的排序 我想先哪些議案 先通過先審議的話 就招委很大的權利 所以說 通常政府官員對招委會相當的敬重 也會去跟他溝通說 我希望哪些議案先排進去 所以 在這前提之下 當然是對招委會比較稍微理喻一點 第二點 我比較好奇 其實那時候 大家講說 在審國安預算的時候 有些機密的案件 大家希望簽給保密協定 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有馬文君不簽 為什麼不簽呢 我也覺得很好奇說 你要監督嘛 因為只有我們的立委 我們的國會議員 有資格有機會去看到一些機密的資料 對 這些資料如果你不簽保密協定 那 是不是代表說 你有可能把它外洩 那外洩以後 那對國家是好的嗎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預算問題 我覺得回到前提嘛 你預算問題 你的民意代表的職責就是監督嘛 覺得有問題 你就凍結 然後請他說明到 你覺得OK以後再放嘛 但問題是 你為什麼不簽保密協定 然後導致說 外傳說 我們韓國籍的 那個回國以後 被逮捕或什麼之類 或者說 甚至說有人指控說 把資料外洩 那這個是很大的指控 講難聽一點 就是一個叛國的行為 那馬文君針對這一點 是不是應該解釋清楚 為什麼不簽 至於說 那個所謂我們的 國防機密外洩 到底是不是你這邊流出去的 你應該講清楚嘛 那你不是講說 我們法院見 你去告我或什麼之類 我去控告 因為我們通常說 司法程序會比較久一點 那其實有時候 這個 在司法的審議過程中 搞不好很多事情 是已經 沒辦法彌補進來 所以 我覺得說今天 身為國會議員 身為一個中華民國選出來 立法委員 針對我們的國防預算 針對我們要強化 我們自我防衛能力的時候 在這個預算的拿捏上面 在審查的過程中間 如果有問題 我會想說如果有問題 你就把它凍結 你就請他說明清楚 我就放心 但是不是把它全部刪掉 列為你的政績 甚至說 疑似說把這資料 外洩給其他的國家 第三方的國家 我覺得對台灣的國防 戰力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隱憂啊 對因為我覺得 洩漏給韓國的 這個情治單位 然後去 逮捕技術人員 我們大家要知道 因為 潛艦其實也不像 馬文君講的 3萬塊農民就可以做的 因為它裡面包括 焊接技術的手勢 但是 有很多都是各位想不到的 那當然包括紅眼設備等等 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一個極機密 我記得那時候採購 好像四十幾億吧 我覺得馬文君有一段質詢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在媒體上常評論他 他在講說 如果我們潛艦做成了 中共會不會打過來 會不會造成威脅 政革聯絡狂 我們國防設備做成了 結果他說中共會不會打過來 其實我們 就是我們要自己自我防衛能力 要夠強 敵人才會害怕嘛 然後有人說 還沒開戰之前 就先 認輸說 我不要 認輸說 我不要 或是說這個東西不能買 買會打怪買會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荒謬的看法跟方向 如果自己不強壯 自己沒有武力的話 那其實大家 其他周圍的 不管是對岸或其他國家 或什麼看我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理由很瞎啦 其實我們台灣 如果有自我的防衛能力 然後我們國防的建設 或是我們軍隊的武器精良 然後訓練扎實的話 那我相對對台海的穩定 或是周遭的和平的話 我覺得相當的有很大的注意 那如果擔心說 我買了什麼 對方或是中共會打怪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在恐嚇人民啦 因為我覺得說不會 因為你買了 你就算你不 不知道這個潛艦 難道中共就不會打怪嗎 我覺得 對岸還是虎視眈眈嘛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做 他都會虎視眈眈 為什麼不自己強化自己的防衛能力 對不對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武力 更扎實 那讓對岸 或是甚至周遭國家 對我們更精忠 對 我覺得智能哥講的非常好 所以賴清德在2005年 到今天為止 他很堅持這樣的立場 要備戰才能主戰 這是捍衛英 所謂中華民國最好的方式 那事實上呢 台灣最近呢 我先罵一下這個訴發部 我覺得唐鳳都在製造個人的這個形象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情 台灣的詐騙這麼多 對齁 最近呢 我們看到這個社群 叫做林北好友 不是罵髒話 他真的就 這個社群的 這個社團名稱就叫林北好友的本師團 我禮拜二去上民視的節目的時候 我特別把他爬梳一下 那一天我在民視有講 就是說我看他過去的文中 都說 他是 左批這個 吳 吳 吳英林 對 右批陳其重 所以 一直在嘲諷政府的農業政策 各位 這一個叫什麼 林玉紅 對 他過去是彰化罐的幕僚 對 沒錯 其實他跟雲林的張家相當遠遠 甚至說 張化罐的子女 全立委說 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群成員之一 對 我要講一下齁 這個 你講的應該是這個 張榮衛 張榮衛的女兒 但是張化罐是民進黨的 如果 這個林玉紅想要入黨 應該在2016年就應該加入民進黨 為什麼會選在2020年呢 各位去思考 一段準是罷函 最高峰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他要加入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有一個條款 開始要去 包括線上入黨的黨員審查 要開始嚴謹的時候 他利用那個空窗期 趕快線上入黨 我想問一下智恩哥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明明就是一個挺韓 四大挺韓將之一 為什麼要選在2020年的3月來入黨呢 而且 他所有的言論 包括的這個林北好友的平台 都是在批民進黨的啊 所以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也好奇 因為他的聽說 據我了解他的入黨是網路申請 那網路申請到底誰介紹 好像 網路申請好像不需要介紹 要要 他隨便抓一個人 隨便抓一個人嗎 對好 那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都事先有預謀 我的感覺是有預謀 因為他你看 他整個的 在林北好友的網站裡面 就是攻擊民進黨的政策 然後不管是吳宜寧或是陳吉仲 不管什麼政策 他都攻擊 那講得是是而非 感覺上 有些看起來以假亂真 有些看起來好像很真實 那國民黨建立刑期 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 或民眾黨 建立刑期 會把他一些文章拿來 當作攻擊民進黨的一個資料庫 那這一次在攻擊在那個 彈的 彈的這一次我們進口彈的裡面 他其實 很多次要被 國民黨拿來攻擊 甚至說 因為這樣直指說 民進黨政府你要負責 你到底說 有些超私 你到底說 左手右手你到底 民進黨的這些 相關人士 到底做多少錢 拿貨多少利益 然後 任心者你要不要出來講話 對不對 陳吉仲要不要下台 結果真的 陳吉仲因為這件事情 下台了 但是後來 大翻車你看 他 那時候他講說因為 陳吉仲會下台 那時候 那個林百豪就說 他被恐嚇了 他增加受危險 所以他不得不把這 那個 粉絲團這個臉書關掉 那他說 你看那時候 國民黨是不是就指責說 你看 這個指責那個行政院 然後是不是 我們院長陳建仁就說 那我們下令檢調徹查 結果好死不死檢調徹查 發現以後 原來是這個 自導自演 因為 後來林月宏也承認說 他是 他是跟國民黨的黨工 前黨工現在已經被開除 許哲兵 對對對 兩個就是說 自導自演這個案子 那他講的理由 很有點瞎說 因為這個網站 他 因為他就是說 陳吉仲也下台 那有些 他任務到一個階段 需要 他需要給理由 所以用這個理由 那我覺得這個 還很瞎 第二點是說 他這個 林百豪在這段時間 罵政府的一些 不管言論 或是說一些資料 國民黨 拿去用 那也跟著去附和 甚至去指責政府 攻擊民進黨 那 現在這個 恐嚇案子 自導自演的情況之下 那國民黨 有沒有道歉 對不對 國民黨 我看很多人急著切割 甚至說我們 之前講的 黃國山在 那個 跟他那個 在YouTube裡面 也在講這個東西 那有一些董內的東西 黃國山後來是有道歉 他說 他說願意把這些費用捐出來 那我也比較好奇說 這個檢調調查的時候 他就已經出國 那檢調找不到 為什麼黃國山賴他的時候 他就回答說 是真的或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 很匪夷所思啊 為什麼檢調找不到 或是說 檢調沒辦法聯絡到他 那黃國山有辦法聯絡 那甚至他說 這個 他想要勸他趕快回來 面對清楚 我覺得 這個很多 讓他很多匪夷所設的地方 那我覺得 國民黨 民眾黨 甚至我們的 這個檢調 甚至訴發部什麼 這些都有必要講清楚為什麼 另外一點很好奇是 這個案子發生以後 他突然修出一個黨證 就是說對 那這個為什麼要修出黨證 此時此刻 修出黨證是意味什麼 是要想說 說藍綠各打50大百 還是什麼之類 或是說降低說 他自導自演的 這個 這個 讓他自導自演的事情 可以趕快落幕 或什麼之類 圓晃或什麼之類 我也覺得很好奇 如果你是 就像賴清德講 如果你是民進黨的黨員 你是黨員 你有黨政 那你應該很認同 民進黨一些東西 如果不認同 為什麼會叫做政黨 那我覺得這個 很多的疑慮 需要去解 大家去解開 對不對 因為我先跟各位講 我覺得這個許澤濱呢 他過去是張花灌的 張立善他子女的幕僚 張家俊 林玉宏是張花灌的幕僚 林玉宏呢 2016年是在張花灌 那時候當嘉義縣長的下面做事 所以我相信他跟蔡宇是熟的 所以蔡宇會一直去掀他的底 可是 因為我覺得還蠻好奇說 你看 他這個 我們林玉宏現在已經 據稱已經在奧地獄 那他還可以在臉書 再跟他粉絲 對 對 互嗆 互嗆說 他就像蔡宇你有本事 你就講出理由 我是什麼 誰人 我覺得還蠻好奇是 檢調找不到他 他可以這樣隔海 好像說我做錯 做錯事 還可以大聲講說 我沒錯 這比人我會 只有這件 我只有制導這件事錯 其他都是對的 那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現象 還可以這樣互嗆跟蔡宇 互嗆的情況之下 那我不知道說 我們檢調 對 所以我才說 訴發部要不要出來負責一下 因為我先來分段來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唐鳳 在管理訴發部以後 他成為部會之後 我覺得有很多問題都沒有處理 包括我們去入口網站 有很多詐騙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經營過這種新聞網站都知道 我們是包括這個 所謂的經銷商去做的 可是為什麼訴發部沒有去制止 所謂的包括色情 包括這個詐騙的 一夜市的 對 然後金融的 你在所有的新聞入口網站 都還是可以看到 第一個你沒有去做 所以每天新聞出來說 有什麼人因為網路被詐騙 第二件事情是 為什麼就像智能哥講的 林玉紅可以在奧地利發文 我們竟然調查不到他在哪裡 這不是一個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嗎 所以訴發部的唐鳳部長 你不要一直製造自己個人聲量 當然你是一個很好的國際形象 但是這些該做基本功還是要做 尤其這一次我們看到說 這個許澤濱他們VPN去跳這個IP的方式 我給各位說這也不是新技術了 這個是已經用了十幾年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許澤濱何許人也 他現在被刷進劍喔 現在疑似王鴻威的恐嚇案 跟這個集團是有關係的喔 所以國民黨內部是不是 形成一個自導自演的狀態 人家去質疑曾明宗 曾明宗說要喊告 可是曾明宗說 前一天還說真不好意思 那我要問 許澤濱他台大法律師畢業 他甘願一個月領三萬五 那不是真的是為了你的理想 你國民黨的政策會你給我 第二件事 這個張家俊你們去做官之後 是不是跟公司交給他 那是不是形成一個產業鏈 為什麼許澤濱跟林玉宏 如果他們是 林玉宏說的喔我是民進黨 他們可以取得管道呢 所以這一部分 國民黨不講清楚 只是說喔我把許澤濱敗了 這對社會搞得賣鬼 我覺得交代不過去 第二點就是你看 你們買好有很多的資料 一般的民眾是看不到或拿不到 那我很好奇說 他在資料怎麼來的 你說一般民眾去爬梳 哪邊拿到 有時候你會覺得林玉宏的資料 是還蠻精準的 然後透過他放在臉書上 對不對放在他經營粉絲團 然後國民黨或是其他在野黨 就拿這個資料最攻擊民進黨 那這資料怎麼取得的 我也蠻好奇的 第二點是說 他之前跟國民黨的 那個就是許澤濱嘛 就回頭說他跟黨工 那個國民黨黨工 前黨工許澤濱 互動密切嘛 然後許澤濱 你看在雲林的時候 幫張花冠 張立善 張家俊 張文衛 這個做事嘛 然後後來到了這個 國民黨黨 黨莊當黨工嘛 那他大老闆是誰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次你看 那個林北郎的一些文章 主要攻擊的都是誰 鄭明中那些主導的嘛 那現在發現說 製導自演以後 那為什麼他們 沒有很坦誠的出來 道歉或說做一些什麼 質疑呢 那他們一直講說 這個製導自演是錯 沒有錯 但是我們 但是他的實戰問題 他們很關切 所以他一直想要淡化 那個林北郎以後 製導自演的案件 然後反而把他轉 一直把他想想 導向到實戰的問題 然後希望說還是譴責 民進黨 那我覺得說 當你發現這個事情 製導自演以後 難道你沒有做一些補救錯事 反而是指責 指責說 那個政府做不好 民黨做不好 那其實我覺得在進口 但是這波工坊裡面 大家有沒有好奇看一件事 當初我們那時候 國內雞蛋 比較缺乏的時候 那他說被罵 被罵 當然是現在整個農業部 的成績中就 希望從海外進口一些雞蛋 來彌補這空缺 對好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彌補以後 那個蛋價稍微有稍微平穩一點點 雖然還是偏高 但還是平穩一點點 最少讓那些中間 本來有一些蛋商 本來想說賺國難財 趕快就把蛋拿出 所以那時候大家想 菜市場突然間多很多蛋 但這些蛋因為 它是散裝沒有日期 所以大家會買起來 怕怕 因為你不知道說 這個可能 或許有些蛋商 放比較久 拿出來賣 因為進口蛋進來以後 他如果不拿出來賣 那到時候就是壞掉賠錢 那進口蛋進來以後 我們發現蛋價稍微平穩一點 雖然還是高 但最常你買得到 不像之前一開始 缺蛋買不到 好 那為什麼一開始 後來到最後說 大家說很多的 縣市政府的 藏戶裡面 都有很多 那個進口蛋的問題 是因為 那時候農業部的主法是說 有缺蛋說 我就放一點 放一點 我不是大量進來 也要平穩這個 也要保護到本土的那個蛋 對 所以你有些東西 當時放久就銷毀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合理 如果說我一開始 進口很多雞蛋 然後就全部放到市場上面 那結果損失的是誰 蛋農 台灣的蛋農 那這樣買好 我幹嘛再去 對不對 我知道那個農業部跟 衛生衛服部 都有去調查 後來發現說 抽樣的3000多顆雞蛋裡面 沒有一個壞掉的 第二件事情是 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人 因為被吃到 疑似過其彈去送醫院的 所以 國民黨現在一直在轉移 因為我覺得這個 許澤濱跟林玉宏事情 翻車之後 一年一轉移 欸他們現在很麻煩 從煮肉又拿出來講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我看他們又在講說 林玉宏是民進黨黨員 許澤濱是黨工 所以是兩個政黨的基層 去串謀做這些事 跟國民黨無關 這個好笑了齁 因為 把邏輯順清楚之後 林玉宏加入民進黨 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其實很清楚 就是 你會出國帶民進黨黨政嗎 會帶你的政黨黨政嗎 不會不會不會 但是我們的 我們市長 我們新北市長出國 都會帶他紅背心 對 他很關心 不管到哪邊都會帶紅背心 關心對不對 我知道那個 指揮官那個 我覺得很好奇齁 林玉宏要去奧地利 你還要把黨政鋪在那邊嗎 沒有 我覺得他早就鋪成好 我覺得一切都很預謀 你不覺得這個 很預謀好的工作 為什麼你出國 一般出國會帶黨政 我覺得不太可能 第二點是 為什麼在檢調調查前 他就可以出國 那相對我很懷疑說 你看 檢調準備要啟動他的時候 他就趕快飛出去 這個吃一點太 而且你不覺得 那個許澤濱翻共翻得很厲害嗎 對 而且你看還有 錄音自保 對 我現在說這個東西 都有一些的貓膩在 那我真的覺得 檢調應該加緊速度 加快速度 為什麼 你在調查到這個點的時候 他突然就已經出國 那很難想像說 他到底是不是有其他人 默默是不是有一個集團在幫他 我一直強調 他的資料 有些資料是真的是還蠻正確 沒有錯 但有些資料是機密 有些不見得一般民眾拿到 為什麼要拿到 第二點是 檢調其中調查的前夕 要約談他的時候 他就出國了 這很好奇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背後面一個集團 去協助他 我覺得 這個他能做到那麼厲害的 我覺得也蠻好奇 我覺得國民黨 也大概吃定 這個林玉宏有幾個得點 過去對2016年 他確實在綠營服務 可是那時候他也沒加入民進黨 然後後來為什麼要到2020年 你一直挺韓 一直罵吳英寧 一直罵陳吉仲之後 你加入民進黨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然後再來出事之後 馬上出事民進黨黨政 所以這應該就是養謀了 但是我要說的一件事就是 是說國民黨可能吃定這個 林玉宏幾個特點 第一他想要紅了 因為我看過他的粉絲桶 我真的很無聊 去把他全部趴完 第一他流量本來不高 然後開始攻擊 就挺寒之後 忽然間流量就爆衝了 然後再來第三件事情 很奇怪 就像智能哥剛才提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他的資料那麼多 後來我發現 張立善從來沒去聲援過 國民黨大大小小的去聲援過 就唯獨張家不敢去聲援 這不是此地無影三百兩嗎 其實如果在台灣大家知道說 在有關農業這一塊 很多的譬如說我們的 不管是北農 或是這個批發的產地 中南部票漲率其實就是 張家算是掌握還蠻大的一個 對權力跟那個通路嘛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農業的一些問題 大家都不太敢去得罪張家 你說那時候吳英寧當北農總經理的時候 也被攻擊 從林北豪開始攻擊到吳英寧 到現在的不管陳吉祥是後來被 因為這樣下台 那我也好奇說為什麼 這個到陳吉祥下來 他就講說他想要關這個粉絲團 因為沒有不知道用什麼理由 所以用這種自導自演的 被那個被恐嚇案 然後希望把這個粉絲收掉 那是不是他的目的達到 所以就是把陳吉祥扳倒以後 他的目的達到 所以這個粉絲團就要關掉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不是背後有什麼貓膩 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不會是羅生門 我相信檢調會有答案 但是我要真的呼籲 網路操作數位部 真的要負起很大一個責任 不是說成立部會之後 營造出唐鳳很厲害 但是這些管理的疏失 我覺得要趕快去更正 到底這個 根據網路調查 就是網路投票的調查 有七成的人認為說 林玉紅跟這個 許澤濱的案子 會影響到侯友宜 我想問一下智人哥 因為前陣子我也看侯友宜 已經請假了 開始在跑了 雖然前陣子這個小犬颱風來 北北極桃沒放假 可是他也很爽 就是全北北極桃 就他一個放假 他也在三重提出了所謂的勞工政策 那之前更提出更多政策 包括這個抄襲林家龍這個 人工受孕的補助 我要跟你問 侯友宜為什麼不在新北市先做 這些事情 他在新北市做新北市長也可以先做 當初也是批評林家龍說你亂不花錢 現在他自己拿來朝這個政見 比如說全國政見 其實你說這個政見 侯友宜請假以後去殘選總統 我覺得請假就是他個人知道 但是我們那天在議會上 民進黨的議員有問說 既然侯友提出那個補助 那個補助那個 人工生育補助 那為什麼請問一下那個衛生局局長 可不可以做 當然是NO 還是不要 所以我很好奇 所以當初議員就罵說 侯友宜說為什麼 新北做不到全國做得到 那你是不是在騙選票 大家很好奇 因為侯友提了很多政策 如果你在新北已經做了 再拿到 你這次進行總統拿出來講 大家會覺得拍拍手 可是很多政策是 新北做不到 結果你選總統的時候 拋出很大的支票 開出很空投支票說 我來做 大家很好奇 譬如說我們最低薪資 最近他說調到3萬3 對不對 然後他那時候在議員說 那個小燕說沒有達到之前 政見承諾是3萬塊 但是很多的勞工就覺得說 雖然沒有達到 但是年年調漲 而且到2萬8千多 就是已經快達標了 第二點是這次的調漲薪資 為什麼企業界反彈沒有那麼大 因為根本找不到員工 你其實調漲薪資影響到 只是那些最頂最低 底薪的那些員工 那其實不多 那所以說其實有時候 調漲薪資不是問題 是台灣現在面臨的缺工問題嗎 很多你說旅館業者 很多的企業界 可能開出高薪3萬5萬 沒有5萬的 可是有些開到5萬的 還找不到適合的員工嗎 那很多年輕人 就很習慣去 我零可去做F-Panda 我零可去做外送 Uber E什麼 我就是不願意做正職嗎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這比較畸形 對如何去處理 那你不覺得說這次侯以為提了很多政見 真的啊 我就觀察看你 新北真的沒在做 為什麼他要選總統可以拿出來說 一定做得到 那我真的也好奇說 如果你新北做不到 你如何再當選總統 假設你當選總統如何去落實 這個我還蠻大的一個疑問 因為我覺得侯以現在 他要拚的應該是民調 是 因為我垮金埔中真的有出手 因為金埔中最近也改口 過去說藍白河 他是挺著胸膛的人 倒下也不能和 可是現在聽起來是他辯解 我說我是去藍宣的節目 我只是講說那時候侯以民調第一 也不能這樣放棄啊 我沒有說不能和啊 好現在他改口我們都同意 柯文哲也出招了 柯文哲現在出招是說 阿不來比民調啊 來比民調 我想好奇的問 志昇哥我們經營媒體 大家都很清楚 民調的分析就是這樣 時間點非常重要 對 TA非常重要 然後民調的題目非常重要 沒錯 那怎麼樣形成共識 因為現在柯文哲改口 他過去不想當老大 現在好像當副手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有幾個點 第一點是 金埔中在跟媒體查會的時候 有曾經有聊到說 他自己有坦誠說他有下令 不要去攻擊柯文哲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轉變 第二點是說民調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印象說 金埔中第一次跟媒體互動的時候 他講到說 90萬就可以買一個民調 所以這時候 何文哲拋出民調的時候 要用民調來決勝的時候 國民黨會怕怕 因為目前看起來 國民黨的民調 跟 尤其侯友的民調 跟柯文哲的民調 看起來還是有一點點的 雖然說 國民黨一直強調說 他內參民調是贏過了柯文哲 那柯文哲一直往下掉 侯友已經往上爬 甚至說 基督已經可以跟賴清德去比擬了 但是如果 如同 國民黨的內參民調 這麼的 侯友的聲音這麼看好 那為什麼他不敢 當那個 柯文哲叫板說 我們來比民調說 為什麼第一次不敢答應 就來比啊為什麼不敢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民調部分 我還有一點存疑 目前看起來侯友的民調 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樂觀 從侯友5月17號 被國民黨徵召 我那是強調的 被徵召當時也沒有親入行情 到中間的過程裡面 他一直在處理說 人的問題 團結的問題 你看 我們國民黨的 侯友到很多地方 為什麼他之前不碰黨務 那跟很多地方是很疏離的 那很多國民黨之前的一些政策 或是說一些法案 他也不見得跳出來力挺 那當然說跟這些國民黨的地方投人 就沒有什麼互動情況下 那為什麼我要幫你 所以他這段時間當然是 為了能勤跑這段時間 所以說 史上第一次 史上破紀錄是請假請最多的一次 113天 對 然後趕快請跑機場去彌補這些東西 那看是 然後也拋出一些政策 雖然說拋了一些政策 老實講一些政策 是我們的行政院看到還不錯 也有去做 那但是說 在這個政策拋出來之後 他的民調能不能有效拉抬 我目前看起來是有點成長沒有說 但是能不能跟柯文哲去那個 去那個互抗抗衡 我覺得還是有很大存 因為畢竟 國民黨在空戰部分 是不如柯文哲的 柯文哲在議題 掌握上是非常清楚 那國民黨最引誘的就是他的陸軍 那以目前看起來 侯有一個陸軍如果沒有顧好的話 那怎麼拿一個 拿一些什麼 去跟柯文哲去叫板去談合作 那柯文哲這個人也很聰明 因為我對我民眾黨來講 我不見得是一定 我總統不見得一定要選贏 但是我的部分區 我的政黨票我拿到 我明年拿到政黨票 一樣要補助 我四年後我還可以再戰 那國民黨不一樣 這一戰如果輸了以後怎麼辦 第二點是 好藍白和藍白和 如果今天民調是柯文哲贏的 那請問一下部分區提名 要怎麼做 然後你區域提名要怎麼做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國民黨一直不敢答應 那這也是因為柯文哲有失誤恐說 沒有我們來比民調來比嘛 對不對 甚至說去罵說 如果台灣電都沒調好的情況下 這個心態怎麼樣 會批評國民黨 那國民黨有時候 也不太敢回嘴嘛 我覺得幾個層次啦 因為我看這個朱立倫呢 很大聲的宣傳說 藍白勢必要和啊 勢必要和啦 第二個層次是 柯文哲很清楚 他在總統大選這一局 其實要贏的困難 要以耐心的困難 可是他勢必保住 他的民眾黨的部分區 可是過去 國民黨的經驗 跟親民黨的合作嘛 就是親民黨被泡沫化嘛 是 那時候的民調 比起來這個 宋初入的民調 也比連線比較好 但是 連送一盒下去了喔 啊 前民黨在剛剛上了這一船 是不是柯文哲不想重蹈覆策呢 第三件事情是 就像金普通講的啊 國民黨是最大在野黨啊 百年政黨啊 我怎麼可能去當副手呢 如果在這三個前提之下 我想問一下智能哥啦 這邊怎麼講 這邊一消一掌之間 我要怎麼去談判 我要怎麼講 我要派誰談判 是不是很多技術面 我覺得很多 我一直強調嘛 柯文哲為什麼敢講民調嘛 國民黨為什麼不敢接招嘛 如果國民黨的內三民調真的那麼精準 來啊 來比民調為什麼不敢 我覺得這個 他們對自己 對侯爺的民調 他們還是有點存疑的 很擔心說 萬一真的去比民調 比數了怎麼辦 那我們強調 做民調有幾個基礎 第一個是 就是民調時間嘛 再來是他的data嘛 他資料 對不對 再來是問題 怎麼去導引嘛 那我記得之前 國民黨有一次那時候 在那個第一屆的新北市長的初選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周錫瑋 跟侯友宜在競爭的時候 他們的內部民調裡面 就是國民黨的民調裡面 周錫瑋那時候 這裡就提出抗議說 為什麼人家說 投周錫瑋的電話 你給他改成侯友宜 嗯 他們當 有有有這個 這厲害囉 對的有 那雖然只有一通而已 因為 那時候 大家派那個人員去監聽 監聽 因為監聽沒辦法聽到全部 對 如果這個譬如說 一個人派四個去監聽 那每一個政策派四個去監聽 那就其中一個已經有 有聽到 那這個比例到底怎樣 我很難想像 所以說我覺得說 這民調到底找誰做 那找誰做 我覺得也很重要 然後民調公司也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你看 不管藍綠的初選的時候 民調公司的時候 大家說 我們只要初選 一人找一家民調 因為你看 有時候民調公司做出來的 一樣的民調 不同的民調公司做出來的 落差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人那麼敢叫板 比方說他對民調相當有信心 那看準說 國民黨不敢來跟他比民調 如果跟他比民調 萬一國民黨輸了 那請問一下 侯友要不要當富的 第二點是 我也強調嘛 那不分區怎麼辦 提名怎麼辦 那到底是以誰為主 以誰為主嘛 所以這個都會很大的 對國民黨來講很大的衝擊 那一旦民調輸了以後 那整個士氣就卸了嘛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目前柯文哲人最大的力竭感 跟國民黨叫板 那國民黨一直不敢接招嘛 所以藍白能不能合 我覺得藍白能不能合 所以 藍白如果要合 國民黨如果要取得主導 那最大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 侯友的民調可以上升嘛 問題是侯友現在民調 有到上升到可以跟柯文哲 讓柯文哲5%以上嗎 我覺得看起來目前 機位還沒有那麼的濃厚啦 加上說 侯友以請假這段時間 其實 我之前有講過 侯友以請假今天 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市政的會不會通常他破口 果不其然 他請假以後 陸陸續市政有一些破口出生 比如說前一陣子 那個 民黨記者 民黨的議員就開記者 記者會嘛 就講說 那個我們的秘書處 他的對不對 他一個採購裡面 跟計程車簽一個合約裡面 對 好 結果 那個 那個業者還跟 建設司機可扣百分之數的 對不對 對 那當初業者跟 新白銀土連線開到的記者會 對 當初這個佐冠穎 那個陳乃宇跟三田摩一 對對 結果當初一些記者 那些那個建設的司機 跑去跟秘書處陳情的時候 秘書說 這業者 在台北市 這些台北市我管不到 所以你們要去跟台北市陳情 我覺得這個很匪俗是 你是假方耶 假方為什麼沒辦法處理 等到開完記者會以後 下午的時候 議員的時候 連藍營的議員 周勝搞看不下去 又批評的時候 馬上開新聞稿說 他會嚴懲 他會查辦 然後你會進入 會去查看有沒有違法 我覺得這東西 本來是可以好好解決問題 結果 你看 你就是大大大 一個存在破口 然後造成國民黨 造成 我覺得造成國民黨 在很努力的往前衝的情況下 我的市政一直破口 在出問題 然後再出包 所以國民黨 我覺得也不是他請假就出問題 其實一直都在出問題 可是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最近被變化的這個 郭台銘的發言人 土條哥就講了 國民黨有大量的公關公司網軍在操作 那柯文哲這一邊 我老實說他也不遑多讓 他在每期間 你看民眾網就放一個民調出來說 你看柯文哲跟賴清德差距很小 然後如果是藍白核 有40幾%的支持度 賴清德只有30幾% 那會超越 可是一方面說要核 一方面就各自說 到底誰要當老大 到底誰不當老大 我們來民調 你到底要敢不敢 不然基礎是什麼 好各自都在放話當中 但是有趣的事情 是我想問一下智恩哥 侯友宜他能快速的讓民調提升嗎 而且時間不多 因為11月就要登記了 現在已經等於是下個月就要登記了 那來得及嗎 還是說柯文哲這樣講的 登記前30秒都可以改變 我覺得侯友宜現在民調要快速爬升 我覺得機遇比較小 因為就是後天 就是先天已經就有點缺陷 那我覺得他現在唯一能做就是 民黨犯錯 民黨犯錯 然後柯文哲失言 那他就有機會民調快速拉升 民黨只要犯錯 民黨執政中央只要犯錯 柯文哲不斷失言 你看柯文哲失言 那幾次 侯友民調是不是有爬出來 柯文哲往下滑 但是侯友爬的時候爬不高 那是柯文哲下滑的關係 然後加上說只要看民黨中央執政 最新的民調不是說那個 美島電子大報民調說 那些人剩34% 對不對 然後他們說柯文哲民調上來 所以那時候不是有傳說 下一屆總統就醫生 只是說是內開外科醫生去當總統 完全沒有把那個警察放在眼裡 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柯文哲目前如果要民調快速爬升 我就觀察除了他的整合以外 他陸軍能不能強到說 讓民眾黨可以臣服 然後就是一起合作以外 另外一點就是 巴望著民進黨政府犯錯 然後柯文哲只要一直放炮失言 他才有機會 不然目前看起來 他民調要快速爬升到 可以跟賴清德去看我們的機會 相對比較少一點 比較小一點 因為前幾天我有一個言論 有上新聞就是我說民進黨其實 一直定量很清楚 其實我也是聽許立民講的 就是說 其實他對手只有侯友誼 可是 如果知道智能哥這樣講 他應該把對手設定成柯文哲 可是為什麼民進黨那麼吃定 對手只有侯友誼 因為他們 因為以資源相對資源來講的話 或是說在一些選戰的策略 或是說 其實柯文哲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陸軍不夠強 他唯一民眾黨幾個 譬如說執政的就是民眾黨員執政 譬如說之前高宏安出事了 對不對 然後再一個金門 對對對這兩個 那其他地方他沒有 就像說 這次我們回頭再看 就像郭台銘一樣 空軍稍微感覺很強 問題是他陸軍 國民黨只要說 國民黨只要下令說封殺 就封殺 對 很簡單嘛 所以說柯文哲 你的空軍再怎麼強 那空軍是個不確定因素 我們常說選舉嘛 空軍是加分 但不是絕對的 絕對的 陸軍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基底 如果你的陸軍不夠強的話 你空軍加分 加再怎麼多分 要贏的機率不大 那第二點是說 選舉要靠對手犯錯 誰的犯錯少 誰就有機會 所以說 如果柯文哲你的陸軍不夠強 然後你要時常放錯的話 那當然 對國民黨來講 我當然覺得說 你遲早臣服於我 所以我一直釋放說 藍 那個藍白河 藍白河 那到底藍白河 這誰要當老大 就民調嘛 那民調怎麼快速累積 我一直強調 就是第一個 民進黨繼續犯錯 然後 柯文哲繼續試驗 那 國民黨才有機會嘛 所以我才覺得說 這場總統選舉 其實是 好像一個正常人跟 非正常人的戰勝 你以為現在這個 國民黨自己也內亂 然後跟這個 藍白之間也內亂 但是現在各自在叫牌 可是我覺得選舉就是這樣 一定很濃長的談判過程 可是民調你會覺得這次 目前看起來 台面上三到四個候選 如果郭台銘拉進來 你不覺得在這個 口條的陳述上面 那個 大家會覺得說 賴先生口條上 比較好一點 另外三個人 有時候講話說 你可能搞不清他的講話 或是他有一些 顏值上你會聽不懂 所以大家會覺得 如果你台灣選一個總統 那口條不是那麼清晰 出國訪問的時候 你會覺得還蠻 對 這個我也是很匪夷所思 但是就像你講的 國民黨真的是地方組織非常的強 所以你真的要改變 還是要靠大家 好 我們節目到這裡 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